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我們上課了 老師叫我們打開一本書 我們看那些字 我們讀這行 今天天氣任好 老和家人家往走回去 在這時候 第一 他要眼睛可以對焦 看到今天這兩個字 然後他就一直橫掃過去 看完這行 這個已經牽涉到 他的眼睛要聚焦 然後就懂得掃視 看完一行字之後 他就要看下一行 看東西角度 就會懂得由一個聚焦點 移到下一個位置 假設在課堂裏面 突然有隻蝴蝶飛進來 小朋友不停看著蝴蝶 然後小朋友又身體很開心 很興奮 動它 其實整體上是很複雜的 所以頭和眼的協調 一定要相負相成 影響到 一定要配合得很好 那小朋友 他的眼球的視覺功能 即剛才所講解的東西 才可以發揮得好 雙眼和頭的協調能力弱點 通常他們最常見會有什麼徵狀呢 看漏了一些字 讀漏了一些字 或者重複看來看 都是那一行的 又重複讀了那一行的字 抄了同覆的 所以整體上 學習都受到這方面的影響 接下來 我就可以介紹幾個簡單的運動 變成家長都可以 平時和小朋友玩的時候 來幫助他們 訓練他們的頭部和雙眼的協調能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然后放在板后 叫小朋友说 现在公仔会这样跳出来 公仔会在不同方位跳出来 眼睛可以由一点轻轻松松移动 望到第二点 这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书 由下一行便会用到的眼部功能 如果双眼聚焦功能不太能发挥 如果双眼睛能看到 他们就有机会看近夜或看远夜时 便出现了搭影的情况 专门